把这个心洗完 重新出发 有没有听到 听到没 要洗一下 说出来 你老实真的会算 我早就这种想法了 早说到我们应该这样做 可是你说一般来讲 普卦算这些的话 那时候你刚刚有提到说 文王在讲理的时候 这些过程 可是那时候咒王也觉得 你文王没有这么厉害 他不是试了他 然后还叫他去普卦 还叫他吃儿子肉 就是这样子 他也觉得他算不出来 所以九五至尊是要 流血的 所以如果不流血 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说他已经是一个和平的 所以那民族政治 本来就是希望不要流血 因为过去曾大卫 曾这个大卫 你要突破血流的 所以有人要选举 那来问我们说 他要曾大卫 我问他说能不能 你过去是要流血的 你有没有那种决心 就是说他就退了 就是说人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要清楚 因为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只有你自己 当总统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整个国家的命运 所以那宋主席出来 我刚才讲有趣的意思 就是说让人多了一个 就是说你的民族 是往前推一步 可是往前推一步 你不可以再用原来的老态度 我是蓝引出来 老是橘子的蓝皮 没有拔掉 这是有问题 OK OK 不过欧老师 问一下说 其实刚刚讲到说 不问他 虽然要问鬼神 可是还真的有的时候 像什么季工 也会显灵 帮大城岛的居民撤到台湾 对 那个季工 在我们一贯道来讲 他是季工老师 几乎我们每次开会 开法会的时候 他都会出牵师出来 但是他不是全部 就在牵师上面很明白的 而且是 比如说七元结局里面 第几个字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然后把它排列成 就会显示出他的玄机出来 那时候季工老师就 出这个牵师出来 但是我们把它排列出来 就是赶紧测到台湾了 但是我们要讲一下 就是说季工老师每次 在出这个牵师的时候 一定要三才 三才就是我们一般 一官道里面 把这些女孩子 从小就送到南投的地方 去学习这些四十五经 然后每次开法会的时候 三才这个女孩子会出来 然后季工老师会借窍 就是把护身在他身上 然后他来出这些牵师 不然就是开沙 就是沙盘上 然后借窍 这些诗句全部写完的时候 那个女孩子 本身就整个那一刹那 就瘫痪了 就是写完的时候 他就瘫痪 就是说季工老师 已经退嫁了 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了 那个人就暖啪啪的 那个三才就暖啪啪 刚刚我们讲说 林瑞雄 认为说他趋之有因 热关其成 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 就是要天地人 为什么 要有天 天意已经有这个意思 但是也要有那个地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所在 有那个运势要来助你 然后人 更重要 比如说大臣陶的撤退 真的是天意 好 季工老师有这个天意 但是地在哪里 有台湾这个宝岛 你可以来撤退 人在哪里 就是美军肯出这些军舰 来帮忙 然后蒋公也认为说 一定要撤退 是他云取之下 天地人三才 才完成这个完美的一个 撤退的大行动 OK 好 所有的时候你说 如果自己 从自古以来 我们讲说普卦站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尤其上郑老师 就是皇帝旁边那些人 大概都要懂易经啊 普卦这些 对 几乎所有你看到 历代的帝王 他第一本书要练的 就是易经 你不会练易经 所有的群臣跟你论策略 所有的策略 都是从易经的策略出来的 那甚至于 你可以去翻古书里面 大家都在写一本书 叫做大眼数 就大 然后眼就是一个行 中间三点水 大眼数 大眼数就是 也就是说天在行 那我皇帝我要怎么定策略 所以大眼数的 很多群臣都写 写给皇帝看 那如果你皇帝 对易经不清楚 你怎么知道 他写得好不好 所以对皇帝来讲 他都 这个易经是基本的概念 我觉得以前皇帝好辛苦 还要学这个 不是 因为我最近在看 在看就是跟周易 你看大眼数 没有 看周易 就是群书记要这些 你知道看那个易经 很难懂吗 说实话 还真的不是这么容易懂 你把他全部读完以后 每个字你都认得 然后加起来 还真的就是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开玩笑 我说的皇帝 从那么小就开始要练书 我们也从很小就练书 然后他也太古 我也有老师 我觉得其实他讲的是 有道理 你知道李登辉 他虽然对中国文化 不是那么喜欢 可是他对易经 是非常有兴趣 他来请老师来教 对 而且补习 而且还写报告 我还开写报告 我还看过他的 写的那个 第一个 他是真的研究 所以他用这个易经 来治国 所以他还是有一套的 李登辉 学易经 有上过媒体 而且那一位 刘信老师 现在还在电台 每个礼拜 还有一次 刘信老师 教易经 那个老师还怪他说 最后两堂课的 学位还没收 其实那里面 你如果真的去读的话 他真的有很多的道理 而且但是有一些是 你平常讲的 像我那天看看 才突然发现 我们讲 云从龙 风从虎 水就是 火就是灶 你是从那里面出来的 你不看你不会发现这些事 但他有一些很 那个道理还真的是不错 像邓小平是跟我的 我的易经的师父 他们是师兄弟 所以他们是多学易经 那江泽民有一次演讲 他也就你刚才讲那句话 他就这样讲了 也就是说 易经里面有很多 就是自然的道理 是跟人连结的 就是说你要顺天 你要跟人 天人要合一 那易经是给你很多 这种概念 特别是领导人 是领导人 那你当然就是天 就是古代叫天子 那现在叫领导人 那你得要顺天意 所以这个是跟开船一样 对不起 可是我在想 马总统 蔡英文主席 或是宋主席 这三位 不知道谁专言过 宋先有研究过这个吗 真的不了解了 旁边的人倒有 你看李老大说 他会看风主席 李老大说他会 看面相 特别人 他也说他易经太好 就是说他们的旁边 现在又加上他副总统 在旁边他文了 就是说 你说你没什么 他懂易经 他总是 你重要的 重要事情决定的时候 你在想要怎么决定的时候 他给你一句话 很简单的一句话 他可能就一简则有空 就是说他给你一句话 大概你就OK的 OK 可是有很多时候你说在那个 朝代更替 或是说在征战的过程 大家会信一些这种 我一直觉得 那是让自己安心的东西 但你不管说他有没有明信 我觉得最起码让自己安心 可是有很多时候 会有另外一种作用 譬如说 欧老师 我们上次曾经有讲过 可能要讲的比较 比较细一点就是 崇祯丢掉天下 跟拆制很有关系 没错 崇祯那时候真的 李志诚那时候 逆贼已经攻到北京了 崇祯那时候怎么办 把所有的城门都关起来 就是让所有的 攻里面的人都不准出去 那外面的人也不能闯进来 他自己拿着最新式的武器 叫三眼枪 然后带领着十几个太监 在里面东奔西跑 如上家之犬 不知道如何是好 然后他叫太监说 赶快敲钟 召集文武大臣 但是敲了半天没有一个人到 全部大家都不上朝 然后他跑到东华门 想要从那里串出去 结果东华门上面的这些太监 全部都用乱箭 在那里射 不让他出走 然后他又跑到一个 最中心的一个城市那里 就是想说躲到他家里面 结果一到他家开 一直敲门一直敲门 人家就不应 就是关着租门伸锁 不让他进去 那怎么办 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时候也把自己的房后 嫔妃 甚至于连自己女儿 都让他猝死 让他自杀 然后有一个很忠心耿耿的太监 赶快跑出去 自己敲出去 因为门都关了 然后跑去找一个猜治的大师 说糟糕 他因为他忠心耿耿 很关心崇祯的安慰 然后就问这个大师说 我们这个我猜治 要问一下国运 然后这个大师问他说 你要那你要什么治呢 然后他这个因为太监 有动过手术 所以那个侯杰声音 比较不准确 他说有 然后这个大师问他说 是哪一个游 是哪一个游 雨游 然后那个大师很不耐烦 说朋友的游吗 就朋友的游 然后就说 好对 朋友的游 对了 然后他说有治 这个有治 这个反治已经出头了 可见这个逆贼 已经成气候了 我看大事不妙 然后这个太监慌张了 认为说 这大事不妙 我们皇上可能会有危险 不是这个游 不是这个游 另外一个 然后大事又问他说 那是不是这个游 那是不是这个游 有没有的游 然后这个游 这个游 这个游 游字 这个是明朝的明 已经倒了一半 可见江山已经去了一半 他这个字的解法是 有 大明江山去一半 对 那上面是大扫一撇 然后游掉 这个也没了 这个已经去了一半 但是大事更超高了 这个太监更急了 其实不是这个游 有啦 然后后来 那个大事又说 那我写一个字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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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